大家好,进入春季之后呢,这个黑法师也开始慢慢的恢复生长了 但是呢,有一部分花有可能会发现这个黑法师在春季呢 慢慢慢慢的从黑色然后变成了绿色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快 也就是说它的生长速度过快 然后导致呢,它长出了一些新叶啊 全部是这个绿叶 后期越长这个叶片呢,就越绿了 那么想要避免这个黑法师变成绿法师 那么大家就一定要避免做错这三件事 那么是哪三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避免使用过多的氮肥 过多的氮肥啊,会导致这个植株生长速度加快 也很容易造成它涂涨 那么叶片呢,就很容易变成绿色 而黑法师它其实也是属于多入的一种用肥 一定不能够用过多的氮肥 那么我们怎么用呢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含钾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如果大家不懂用肥 就可以用上这个多肉植物型的有精养液 它的蛋铃甲比例是5比5比30 钾含量非常的高 蛋含量呢,相对比较低 这样呢,满足它生长所需要的营养之外呢 还可以让植株啊,更加的健壮 避免涂涨 将它稀释500倍 然后定期呢,给这个黑法师灌根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免浇过多的水 黑法师在开春之后呢 我们虽然会慢慢的增加这个浇水量 但是呢,我们浇水也一定要注意盆土干透了再来浇 不能够浇过多的水,导致盆土长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湿润的状态 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多肉啊,会涂涨 涨得过快呢,叶片也就很容易发绿了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营养 黑法师啊,是多肉一种 所以呢,它是特别洗光的 光照越足呢,它越容易出状态 叶片的颜色的话,自然会特别的深 然后呢,会发红,发黑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阴暗的地方 光照不足,植株呢,也是很容易涂涨 叶片呢,也会发绿 所以啊,想要让黑法师不会变成绿法师 那么大家养护的过程中呢 其实只需要牢记一个字 就是慢,让它长得慢 不要生长过快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